马帝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 那时耶稣说 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向婴孩就显出来 但是当这个书室倒闭的时候 于是乎就有一双书 这一双书很特价 差不多是20%的价钱 我们买到回来 当时我最深刻记得 那天就回到这个写字楼 你能想象我差不多 那天都是吊着一条命 我认为无论如何 我多辛苦 我都一定回到那边石安的写字楼 因为那边加拿大石安 其实他要求了西人教会给他一个写字楼 当时我坐在写字楼里的时候 库牧师张永恒就拿着一双书来 他就说有一双书 刚好我因为我要回香港 其中一件事就是处理很多书 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明日如何 但是他就把这双书分开两份 多那份就避免了我 少那份就跟Gideon分开 我打开这一双书 是一个我完全不懂的人名 但是书的题目很吸引了我 这个人名就叫做Kent Hagen 那里面其中一个就是说 What to do when faith seems loose 就是说当你的信心好像失去的时候 你应该做什么 或者是十点 如何得到你自己的胜利 里面也有主耶稣的名字 因为其他很多的书 Understand and Anointing 这个就是事后才出的 当时是这一双书 Right and Wrong Thinking 就是正确和错误的思想方式 很陌生大学 最捕捉我的眼睛的就是 我们缺乏信心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呢 于是乎我就拿回去看 但是当日我打开看第一个 chapter 我已经令我很震撼 我直成没想过有人写的书 是可以好像Kent Hagen 就是一个可以说 就是我差不多当时 自己看自己是贫死 好像是对一个贫死的人 一个安慰 不是安慰他死 是安慰他们如何痊愈 当时我立刻跟Ginan说 这两个星期 我不回社匠来 我在家里不断看这些书 事实上当我看书的时候 我就自己一路看一路知道 就是说里面讲的很真 很对 但我发现一样东西 就是说里面讲的很多原则 是很重要的 那些原则 其中一个原则就是 你不要为一个病 祷告两次 当你祷告两次 那就是第一次你不信 对不对 很多这些原则 当我一直看的时候 我感谢主要那本书 很浓缩地 把很多我需要知道的东西给我 然后跟着 对与错误的思想 我完全纠正我当时的几个月当中 也可以说那几年当中 明明有病也不敢告诉别人 但思想又充满很多不信 怀疑 恐惧 当病得重的时候 经常浮现 看到棺材 这些现象 为那个病祷告差不多 不要说祷告完又祷告 我一天都祷告十几次 希望那个病好 我发觉里面说的 全部都是我犯了的 难怪我照着我以前所识的 去为病祷告 就是病多个好的 而事实上 因为我照着陈公子英的方法 是捱过的 但我发觉里面所说的不是 信心不是来自捱 不是来自锻炼 是来自诚的 当时来说 令我很震惊 为什么我相信医治 相信这么多年 当然我相信主 不是很多年 但问题是去到84年尾的时候 其实我都大大话话 都相信主 四五年了 但问题完全不是 我想象当中 原来我们对一个病 想去神迹医治的时候 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那种方法 所以于是我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定了 我用这半个月 尽量看完这些书 并且每一个 我会迁回经文 当他引用圣经的话 我直接为了 因为这件事正中其事 有时引用某一章的某一节 通常我看这本书之外 我揭住这本圣经 当他引用一节的话 我整张都看完 我看他有没有让我误解 或者我有没有误解 因为他说的太新了 我虽然相信医治 甚至到一个阶段 就是死不足色 觉得如果我相信医治 这不就有得他死 但我竟然发觉 我对于圣经的认识 竟然偏差得这么紧要 当然了 如果大家看过 Cannick的书 你就会知道 他引用每一节 心思熟虑到 基本上是不会误道你的 当我用了半个月 因为他里面说 你千万不要为一个病 祈祷两次 所以我便知道 我不可以在这段时间 为这个病祈祷 我一定要看清 看错 看完这些书 知道最基本 我要为这个病祈祷 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 于是乎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去看 当然又是一样櫃去看 当我看完之后 在半个月之后 有一晚 我很深刻 那晚我放下这些书 我知道我预备好了 我就为我这个病 作了一次祈祷 而我知道 我这个祈祷要很认真的 而我不可以再为这个病 再祈祷多一次 我看我之前 全部都是不信向神 求祂遥述 我拿回这一节 因主耶稣基督的 边相得医治 去祈祷 并且也按住 Cann Hagan 他所说的 这个教法 因为他里面有牵涉 说到关于他自己小时候 他重病的时候 他怎样做 说他13岁的时候 怎样康復 因为医生说 他绝对不能过去到17岁 他一定在17岁前 一定死的 他的重病 于是乎我讨告完之后 我就照着他说 我做了一件 我之前已经不敢做的事情 就是剧烈运动 因为你能够想象 如果是剧烈运动 会失业更多 所以于是乎 讨告完之后 我跳舞 我跳舞 跳舞 跳舞 拍掌 唱歌 去赞美神跳舞 三分钟已经死了 因为已经没了戏 平时来说 我们在竞拜赞美聚会 跳舞半个小时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当时来说 已经在说是109磅了 所以完全不行 而且肉不是109磅 是不降跳 不是 是水肌 好像水的肌肉 好像差不多死了 我跳完三四分钟 我躺在地上 休息很久 然后一起床 又要去洗手 因为这种病 其实一日去四五次洗手 一去 是四个月来失血最多 那次去完之后 我要躺在地上 休息十分钟才能爬起床 但是 神奇了 就是从那天起 你能够想象 我直接是如获自补 你能够想象 我直接突然间夹身 我自己对信仰的看法 我以前是一个可以说 死命的信 无知的信 我愿意找一条命博的信 不是恶意 但问题是这种善意 是真的民无知息民就灭亡 但是当我看完之后 我发觉 竟然整个说 当你真的愿意 放一条命下去的时候 是会有这样的改变 当然这个建设 我在主日曾经分享过很详细 所以现在最主要是 特别针对当时的心境 和我当时在信仰上的约着 我发觉 在当日这个祷告 其实我同时解决了两样 我可以是人生当中最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当然是生命上 不需要终结 不需要死 但是第二 就是我自己知道 我的信仰是不需要再死亡 我是不需要再贫死 当然这个卫士还是上早 因为去到86年的时候 我也是因为很大的冲击 而在那段时间 也是再回到加拿大求救 但是当时来说 我是穿越了 平信徒级的信仰 我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属灵领袖 至少现在我所看 我发觉就是我找到一个答案 而这个答案始终到最后 任何时间 它都是真的我的依靠 就是神的话语 原来圣经的话语是可以这样相信的 原来圣经的话语 圣经里面有一些应许 只要你不将它扭曲 或者这么粗强解它 你按照它原意说的要求 原来圣经就算你横跨半个地球 你香港也好 或者加拿大也好 都可以成功的 所以在当时来说 我的惊喜 可以说这种不平凡 在当时我初步明白 为什么当我求神给一个答案 求神使得我的信仰 能够突飞猛进的时候 我遇到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让我知道的答案是 就是神的话 就是一切的答案 所以从当时开始 至到我回来香港 甚至到今天成为你们的牧师 我都看神的话 是一切的答案 马太风第十一章第十五节 大使耶稣说 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向婴孩就显出来 心 心 心可想 跟着灵人 猜 怕 吹着你 尝已赤心兴奋 心 燃命感 珍惜你爱 人生不需要愤 相供你的半战行 人生中找到你 我每个月成定欢迎 满载主义人的怜悯 人生中找到你 已脱退救人罪女苦困 我每天心与心得与收 信靠着你 每日无愧无厚 信靠着你 每时神知呼阴 信靠着你 每日无愧无人 心敢振奋